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很多糖尿病患者喝的热烤茶都说有效果的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做法比较简单,但是效果立竿见影的 葛根有比较好的酱糖、酱脂的功效 葛根中所含有的葛根素就有酱血糖的作用 葛根中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 具有平稳血脂的作用 所以冬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特别的好 葛根中所含的葛根总黄酮 还有葛根素能够改善心肌的养代谢 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 从而防止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心率失常 高血压,以及动脉中央胰化的疾病 所以还可以用于保护心脏 防止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 葛根中所含的高活性的一黄酮 具有调节内分泌的功效 对刚年期综合症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一黄酮还能够美容养颜 可以改善毛孔挫大的心象 能够去除黄鹤斑、雀斑 起到美容养颜的功效大 而且葛根具有结表发汗的作用 经常使用黄芹茶水可以降低血糖的 黄芹能够治疗糖尿病 可以有效地避免糖尿病病发症的产生 而且黄芹具有活血沥水的作用 能够健脾不慎 而且可以改善身体的状况 同时可以增强身体的素质 但是需要注意了 黄芹一定不可以多吃 要注意量的控制 吃黄芹可以帮助降低血糖 黄芹能够帮助治疗糖尿病 能够效地避免糖尿病病发症的产生 而且黄芹具有活血沥水的作用 具有健脾不慎的功效 能够效地改善身体的状况 而且可以增强身体的素质 但需要注意了 黄芹不要多吃 黄芹是一种补气药 为豆科植物 黄芹 胃肝 性微温 龟脾 肺经 常语人参与 具有补气生药 过表止汗 溢水消肿 伤筋养血 我们可以喝一些菊花茶 可以治疗头晕木炫 如果是肝火上宫 眩晕头疼 还有肝精热剩 冻风 领养脚 勾腾 桑叶等清干热 治疗木炫昏花的 清热入干净 既能疏散干净风热 又能清泄干热 我们可以经常搭配枸杞子 具有很好的补肾作用的 菊花具有降血压 扩张肝胀动脉和抑制菌的作用 菊花是一种神经强壮剂 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可延缓衰老 增强体力 中医认为 肾主色为黑 桑叶色黑 入干 肾精 胃干 酸 心海 就有滋补阴虚的作用 对阴虚不足 轻微的 自阴不慎 消育果特别的好大 桑叶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中医认为 肾属于一个系统 肾为先天之本 主要功能包括 藏经 主生长 发育与生殖 主水 主大气 主骨 生髓 通云脑 开窍与耳其二阴 齐滑在发等等 肾主水 是指全身的水液代谢 都使在肾阳的气化 温馴作用下 分布到全身 肾主藏经 是指五脏六腑化生的精气 枣中富含钙 铁 对防治骨质松松 柴后贫血有重要的作用 中老年人 经常会骨质松松 正在生长发育高峰的青少年 女性容易发生贫血 红枣对它们有特别好的理想作用 其效果通常是药物不能比达 枣所含的卢丁 是一种使血管软化 从而使血压降低的物质 对高血压 有防治功效 而且红枣还能够抗过敏 除腥臭味怪味 严心安神 抑制尖导 增强食欲 莲子是一味特别好的药物通源的食物 莲子可以补匹益胜 先兴安神 我们买莲子的时候 要选择莲子比较偏黄大 让莲子没有被硫磺熏过 使用起来比较放心大 莲子需要去除莲心 莲心比较苦 煮汤的时候去除的 如果是泡茶水喝 莲心不要去除 莲心能够还好的去火的 莲心对于肝脏有很多的好处 莲心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而且能够起到强行浇火的作用 当烦躁不安时 失眠多么的时候 可以使用莲心泡水进行调理的 枸杞功效有很多的 可以滋补肝肾 易经明目 用于虚劳经窥 腰息酸软 头晕耳凝 内热消渴 血须尾黄 目昏不明 枸杞含有16种氨基酸 并含有甜菜碱 酸浆果红素等特殊的营养成分 使最有不同方向的保健功效 枸杞含有特别丰富的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和钙 并且枸杞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功能 不但增强肌体的功能 促进健康恢复 而也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大 对各种与害刺激的势力能力特别的强 枸杞对于癌细胞的生长还有扩散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经常喝枸杞茶水 具有强壮气体和营养的作用 能够减轻毒素的作用 防止血球白减少 调节免疫力功能 枸杞还能够显著增加 甘糖原的储备量 提高人的火力 有抗癌的作用 还能够促进血细胞的增值作用 可以使白细胞素增多 增强人体的造血功能 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 几种食材一起煮水喝 可以降低血细胀过程的含量 从而有效降低血脂 有效预防高血压 达到强生健体 炎化上的作用 但是深圈的人群不要饮用啦 如果饮用的话 就会加重病重的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影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